來到第三節 專門為MV 其實剛才是美秀集團台灣 近幾年說台語 自己製造樂器的樂隊都挺好 剛才MV是說台灣一部劇 是說地盤工業的事 今天我身邊是蕭勝倫女士 看新聞大家經常見到 就是公權會 全名是工業傷亡卷益會 凡是有很多地盤 或者建築的悲劇 事故 我都見到你們經常會去跟進 首先要問一下 公權會實際上是一個什麼組織 你好 阿正 大家好 我們工業傷亡卷益會 其實是一個勞工團體 可以這樣稱呼 但我們也是一個非牟利的團體 我們1981年成立的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協助處理一些工商意外 裡面除了受傷之外 也牽涉到一些嚴重事故 可能會死人的情況 我們多數就會即時去到現場 或者醫院去接觸家屬 提供即時的協助給他們 以及往後的跟進 當然近年我們大力做多了的職安教育 我們不希望只是做一個善後 因為善後已經沒有辦法去挽回那件事 悲劇也沒有可能逆轉 所以我們就在事前的預防裡面 就做多了不同的工作 譬如我們會做很多講座 做推廣教育 也都做多了一個安全教育 放進去小學中學裡面 嗯 公權會 因為我經常看新聞 凡真未地地盤出現這些事 公權會 是不是香港類似的組織 是比較少一些 還是近年才少了 其實以往 好像我們這樣做到這麼前線 都是比較少的 因為勞工組織裡面 做工商已經是很少的 二來做一個這麼即時性的介入 我相信我們是會比較做得多的 當然也都有些工會 部份的工會會做的 但是就僅限於某些工種 但是我們是不限工種的 只要是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 或者撤死 那我們都會去協助 嗯 因為我相信近年 我覺得大家會關心 關於公權會 我覺得都是應該很 會受到大家去欣賞的團體 因為是實質在在跟很多個案子 但是就是有沒有 數據如果有錯 你可以去構成我 近這十年 其實每年 譬如建造業都成三千多單 是 就是那些意外 甚至會出現人命運 應該百下二十 甚至二十已經算是更多了 其實這些事 這麼多年來 或近年有沒有改進過 它改善過 為什麼整天都有這些事 其實近這八年 都沒有什麼改善 你會看到輕微上升的 就是死亡數字 是 傷的話會有機會少了 但是當然地盤也都牽涉到一些文化 是不佈的 嗯 所以我們相信實際工商數字 是會多過之前 死亡數字 而是發生意外的死亡數字 我們近年看到二十幾 沒有什麼改善到 嗯 這個問題的根源 在哪裡 我記得應該是 之前經濟安建條例的修改 其實都講了二十年 然後去到去年 還有些人是要 就是後中最不喜歡拉布 甚至那些議員距離場 就是建制派的年代 所謂完善了選舉制度的年代 都受到了阻力 我記得最高罰款 初初的時候 又說五千萬 最終現在是去到一千萬 他等等 連收割一個條例 都要爭了這麼多年 就是這麼多的阻滯 我每次看那些判 罰下例 可能幾萬元就算了 是的 這個其實都幾令人痛心的 當然我們講 改善職安建 或者減少意外 不是單靠懲罰 但這個也是一個 挺重要的手段 為什麼過往一直都沒有成效呢 就是因為罰得太少 一宗死亡的意外 都是罰幾萬元 你剛才所講 有違反安全條例那邊 才罰幾萬元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 有些人就說 其實就算你改了 也不等於減少意外 那我不認同 因為這個才能夠 收到一個阻嚇的作用 但當然 為什麼要磨這麼久 當然有很多利益關係 可能立法會裡面 也有不少的商家 當然對他們的影響是最大的 我們大外經常都說 其實你做好安全 那會不會有意外 為什麼一定會想被人罰呢 對 做好意外 不被人罰 就不會去到那個位置 但好像現在要地盤 做基本的本分 都好像很難 我覺得是複雜的 因為本身地盤這個文化和生態 有著它一些很缺陷 即是說 不是我們加重了營費 或者做了什麼就能夠改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它有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那個 架低者得的投標制度 我們很多時候工程都是 佈價回來 我就選最低 而這個 似乎還要是政府帶頭的 嗯 以渠務處工程為例 我們看到一些維修工程 其實很小型的 但是為什麼會死人 沙井的意外 其實我們過往幾年已經有很多意外 沙井 但是那些就是小型工程來的 我聽過一些老闆說 5萬元拿到一宗工程回來 還要判下去 嗯 然後你沒有辦法去期望 它是做了一些安全的事情 或者找一個合資格的人 在一個洞看的 他說這樣我是不會賺到錢的 於是自己就自行降價 或者是減少一些人 不做那些裝備 不做一些設備 於是就發生意外 那麼這個 政府沒有做過一個帶頭作用 其實它可以 它就不要5萬元 可能是8萬、10萬 那就可以做到更多安全 那麼這個隔低者就行了 第二就是判上判的制度 嗯 就是我們的工程永遠都是 大判我回來 判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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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4、5判都還有的 那麼我們怎麼去監管安全 你就算大判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要靈意外 但是下去這麼多層的時候 那些訊息一定是淡化了的 你給100萬去做安全 下去最前面那個 可能它收到的 可能是10萬元 那麼這些就是本身的那個缺陷 再加上很多的交叉作業 因為用那個效率先行 每個都想賺多些 快點起貨 快點完成的時候 原來上面 在吊東西下面 都還在落石屎 而不是一個工序完了 再下一個工序 一群人都還沒做完他的事 又另一群師傅進去做 為什麼有些人說會剪那些拉蟲呢 一些彭架嚴重意外 為什麼會被人剪那些拉蟲呢 因為可能阻礙我做事 我裝幕牆 你阻礙我做事 那麼我不知道 這些又是牽涉到 我的工程都還沒完 你就下一個工程又進來了 還有很多的法例 法規有些還沒完 所以我覺得是 歸咎這麼多樣東西 在建造業裡面 才會發生這麼多意外 而這麼多年是沒有改善 而我們要去減少意外 必須就是要從整個行業的生態 制度裡面要去改善 你如果生態可能要透過教育 沒錯 制度都應該要透過監管 但是在公權力那邊的監管 你覺得足不足夠呢 不足夠的 其實就算我們現在去 無論大眾市民也好 工友也好 他們是見到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能夠反映那條工作 我知道是可以有途徑反映的 但是問題是 勞工處做不到這麼多事情 就是他可能10個 每天他收100個投訴的訊息也好 他可能處理到10個而已 剩下的那些其實就是放生了 加上我們究竟整個社會 對安全的質詢 就是大家的監察 我們去問一些官方的人 去給了多少資料 他如何透過一些意外去反思什麼 做了什麼改善 其實能夠得到的回應 是不是又真的這麼足夠呢 而令到我們整個社會 推動到安全呢 但是當然我看到有些改善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社會也好 政府也好 他釋出一個訊息 是重視安全的訊息 比以前更多了 以前可能是 就著某些意外 用回一些基本的違法安全條例去做 但是近年是多了 重案組介入 說可能告誤殺 那些 就是反映那個意外的嚴重 這件事是比以前更多了 每一次我看新聞上都罰 就是 如果可以罰十多萬也算多 就是把他牽涉對人命 通常都是幾萬 就算現在說加到 就是上下二百萬變一千萬 但是我看上去 都是情況都一樣 都是罰你幾萬元就算 這個是很可惜的 也都需要推動去法庭去做多些事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那個法例改了 但是依然是要看法官怎麼判出來 那麼我們看到法 改了例之後 其實有幾宗的案件 已經審了 判了 都是罰幾萬元 那麼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真的要跟法庭發出一個很明確的訊息 就是 請法官他真的要知道究竟 怎樣為之一個貼近民意 或者是社會期望的一個判法 既然例都改了 應該要再出手 應該要重一點 以收一個阻嚇作用 另外 其實作為勞工處 他給資料 那個律政處去審 去檢控等等 其實那些資料也都要 比較充分 有力 才能夠去 給法官作為一個參考 去判罰嚴重一點 那麼我們知道其實法官 他是倚賴過往的判罰 去判他自己審那件事情 如果過往都是幾萬元的時候 似乎在他們眼中 就沒有一個的把握 或者有一個參考的資料 去判大幅提升判罰 即是當你正常限 可以由金額罰的 由一千萬再升到十億都沒有用 即是 即是 這單是判三萬八 今次判高一點 三萬九 是 所以其實我們要很靠社會整個凝聚力 我們要給壓力一些法庭的法官 給壓力他們 只要有一兩個官 肯判高了的時候 後面那些法官再判的時候 就有事情可以跟進 那麼 剛才說很依靠社會的壓力 那麼 還有政府都說 他主動 可能告誤殺 各樣也是 給了一些壓力 法庭那邊說這個是嚴重事件 那麼我們是真的要靠一些嚴重的事件 譬如天晴 譬如是 原方的管道 那些嚴重事件去施加壓力 令到法庭是可以有一個 比較符合社會期望的判罰才行 嗯 還有一個就是 輿論 就是經常說都不入獄 可能你會發 他可能已經一年了 沒有得去投政府的標 或者可能釘牌帶去 可能轉過頭 那些子公司啊 兄弟公司啊 或者是他轉過名 那些股東董事 是同一班人的 那這些都是 問題是不是 都是不斷存在的 當然啦 那些公司不可以 因為它一兩單的意外 而令到這間公司倒塌 所以他們都想到很多方法的 你剛才那些 開很多的公司啊 或者是很多 他們行內的 叫做 簽署授權的簽署人 類似AS 他們叫做 那是 要通過一些考核 才能夠去逐排的 才能夠讓他們繼續去 去建造一些建築物的 那些越有資源的公司 就越多這些人 能夠去充當這些角色 如果某一些意外發生了的時候 就令到A A不行 A沒有資格 也有B 或者E公司B公司 那是否等於 沒有辦法做到 對他們接受的教訓比較少呢 我覺得兩看的 一來 我們如果對於一些 他們真的犯了嚴重的錯誤的時候 當然需要重錘出擊 但是如果那個意外 有時候未必只是大判的責任 很多時候我們看一些意外 其實可能大判有些已經有指引 但是反而下面那些 二判三判 有些毛巾 或者他們有些東西比較粗疏 或者他們的偽造文件都有 對那些二三判的懲罰 就應該要更嚴重 這樣才能夠去可能改善到 現在那個行業的生態 還有沒有一些個案是 那些公友面對 什麼可能工商問題 但是他不敢報 甚至不敢找勞工主去投訴 那麼怕 喂 報了 或者找勞工主去投訴之後 以後沒有人請我 有 這些很常見的 其實 所以剛才一開場白 我們為什麼說實際的數字 會更多呢 很多門報 不報的情況 或者私了的情況 大家是很明確 一來有些可能是相當不嚴重的 二來都怕報了之後 會黑名單 沒有飯碗的 所以 我們只能夠發出一個訊息 給這些工友知道 就是說 你就算當刻不報 你也要有一個好的紀錄 你是曾經情報過 給你的僱主或者地盤知道 但是最初上不上勞工處 可能當刻不上 但是你會保留這個權力 因為 你不知道自己的傷勢去到怎麼樣 可能是有一天惡化了 那你想追回頭 你就極之困難了 但是如果當時 我有報到給內部知道的 那我找回那個紀錄出來 就容易 報回工商 就相對容易 還有不要這麼輕易思料 和地盤 因為有些 給一些訊息出來 就說 你工商了 好 你休息 我招來打卡 或者找人幫你打卡 製造一個在地盤工作的紀錄 但是你在放工商價 他又繼續給你錢 聽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好 作為公有 但是如果 將來你在追討的時候 或者你惡化的時候 你追討的時候 就會大問題 那你那些 是不是等於一個不誠實的人 第一 第二就是 你是有份 去瞞報你的情況 你去追討的時候 極之困難 那不要輕易收一筆錢 就了結了單工商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的 傷勢會持續多久 或者對將來 自己整個人生的影響有多大 那如果 是有影響的時候 你又收了一筆錢 簽債文件的話 基本上是不能追回頭了 那在家屬方面 我經常看很多悲劇 比如家屬都 有時候會問大家 社會可不可以幫忙 有很多都很好的 因為去到差不多了 她說大家姐都不需要了 但這些個案 會不會某程度 都反映了 就是一些補償賠償的機制 都未夠完善 我首先很感恩 我感恩香港人 真的很好 因為有這些 需要幫助的家庭 真的以話不說 去支持他們 那反映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是對的 亦都反映了機制有問題 兩件事 第一 我們那單 如果是視為有賠償的工商 等等再說 為什麼是有些沒有賠償 正常來說 我們那個工商賠償 要一年以上才能得到 如果他的文件齊全 如果有些可能不在香港出生 或者是有些文件不見了 各樣問題的時候 他需要回去當地 又要拿一些證明等等 那些還會再長一點 才可以處理到單工商賠償 所以一年基本是走不掉 有些可以去到兩年才能得到 那段時間是沒有人幫到這個家庭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籌款 或者申請基金 各樣呢 是幫他們解決他們賠償前的生活費 和那個臉狀開支 有些是沒有賠償的 什麼叫沒有賠償呢 就是我們工作期間突然死亡 可能是心臟病發 可能是中風 或者一些被稱為個人疾病 而那些沒有發生過意外 所以是在現在的條例裡面 是不能視為工商 是沒有賠償的 那類就更加需要市民伸出援手去幫忙 那我們就說 撤死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 撤死的問題 沒有賠償 是我們法例的不足 在大陸 或者台灣也好 以大陸說先 他們原來發生在職場 你在工作期間 就算是個人疾病病發 原來他們是視為工商的 可以有賠償的 那當然那個賠償 就可以初傷的 就是跟那個僱主 或者保險公司初傷的 但是香港呢 我們連這個門檻也進不了 就是說基本上 它就變成了自己的疾病 那你連工商、賠償都沒有 那台灣呢 也有一點界線 但是呢 它會把你放進一個特別的評估委員會 如果評估了你的死亡 可能是超市工作 可能是工作壓力 等等 而是OK了的話 就是說 你也有機會賠償 但是按百分比不同 但是香港我們是沒有這個機制 而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誰斷定我們是自己個人疾病 而這個疾病不是工作有法呢 如果那個解釋一個保安員 她工作期間突然間心臟病發 嗯 但是我們看回原來她的紀錄 她每天做12個小時 其實已經符合了一個 我們所說的那個 譬如以台灣270多個小時為例 其實已經符合了超市工作的定義了 但是呢 我們香港是怎樣去說她 或者是不評估她在工作期間的問題呢 或者是工作有法呢 純粹是一個法醫去解剖 看看她 原來她是心臟病發的突然間 突發性這樣 於是她就將她擺進了個人疾病了 然後那個法醫 或者其他專家都不會幫她看 她是不是工作有法出來的 嗯 如果家屬說我想追討 好 你嘗試申請法援 法援不批 那就沒有了 但是要怎樣有人證明你是工作有法 你又要找一個專家去告訴她 原來我長時間工作 是有機會有法心臟病的 這樣 那麼要找一個專家 那是錢 在說20多萬請一個專家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人肯寫 嗯 所以我們的機制本身出現了問題 而我們每年 大家看回數字 我們現在近年有160人 在職場裏面撤死的 而這個是我們很需要注意的問題來的 撤死是特別難去香港的制度等等 很難證明 我記得一宗個案是東中 是 就是說其實已經可能是鼠疫的問題 那些器官已經熟了 熟了 對 但是連那些案件也是 就是好像連那些案件 你要去申請賠償都很難 首先如果僱主或者保險公司 一定不會先承認 因為在他們的情況就是說 既然過往都沒有一宗 這樣中暑死亡的個案 為什麼我要走出來去認頭賠償呢 所以他們一定不承認 但是一路打上去就看看官方怎麼判 那現在還在打中 嗯 那是很無奈的 你知道 但是我剛才說我們一年有160人 是 現在近年都有 其實很值得關注 我們應該要去做些什麼呢 應該要推動政府去改例 至少好像台灣那樣 有一個特別委員會去觀察 去了解 有專家幫他看 他是不是跟工作有關 嗯 然後再給家屬一個初步的結論 等家屬決定我放棄或者去追討 但是現在是完全是要自己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 你經常要成立這個委員會 好像特別難那樣 譬如要求政府 有些委員會可以調查一些事 或者處理一些事 但是你要去開一些 不知道什麼辦公室的那些 就反而有很多錢那些就很多 其實基本上 我們要政府改例都是難的 是啊 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一些個案子 剛才說了 如果一些家屬失去了家庭 他們的支柱失去了親人 如果要等一兩年 平時譬如你有一些叫做破欠他的基金 有些譬如你公司那些破產 那些妥利糧 你都可以去申請一下 我們香港有沒有一些類似是一些 工營的基金是做這些事的 我們有一個叫僱員補償援助基金 嗯 就是給一些是沒有買保險的僱主 嗯 沒有買保險的個案子 嗯 他們可以透過那個僱員補償基金 想獲得過工商賠債 嗯 不過是極難 極長的時間 又要極長 就是快他才想申請你 你不快的意思是哪裏呢 他要 我以一個例子 一個過去了的 他就是一個回收場的 斷手的工友 就是被機器夾斷了手的 他前後用了七年的時間才追悼到 那中間經歷什麼過程呢 首先呢 就要找對僱主 就是你要被告的人 很多時候會收場的那些 都不是很明確的嘛 那些僱傭關係 或者僱主是誰 又要找一大輪才能找到他 嗯 跟著你首先是 因為他沒有買保險 那就要僱主自己賠 嗯 那麼多數的僱主都是不會賠的 或者賠不起 那你又要清他盤 將公司清他盤 要他破產 證明他自己是沒有辦法去賠到 然後那個基金呢 就跟那個工友的代表律師 就都要打 有一個小小打官司這樣的階段 那 所以又要申請這樣 申請那樣 總之就要前後經歷六七年的時間 嗯 才拿到一筆工商賠償 我們最近呢 處理那件事 兩年前 兩年前一個 不從街的搭棚工的意外 那麼他父母都年紀很大 又是僱主沒有買保險 走老了 直接沒有出庭 那個判罰那個沒有出庭 走老 跟著最後要勞工處出了首令 要求法庭出首令 最後呢 就在一個地方抓到他回來 那裡也維持了年紀 歷史年紀才找到僱主回來 當然他出庭也是反對 那最近呢 那個 剛才說了追賠償六七年 那個死者的爸爸 都整個九十歲 最近就過世了 嗯 還有一個媽媽在那裡 那個媽媽也是身體不好的 也是行動不不便的 都八十幾歲了 那他等不等到六七年的時間 去拿不賠償呢 那這六七年又是怎樣過呢 就是完全沒有經濟支援的 現在就要申請縱援 去幫他忙 那大家可能跟大家說一件事很意外的 就是 原來我們這樣的情況呢 爲什麽搭棚不買保險是很常見的 爲什麽呢 因爲那個保費是很貴的 我們現在說一個 搭棚是說那些 譬如你做冷氣維修 那你要搭棚出去外面 換冷氣的生熱氣那些 一個大工 再加一個雜工 一年的保費四十幾萬 嗯 第一沒有保險公司肯受保 因爲這個行業高危 第二你買到的都是很貴的 於是其實很多人都是挺而走險 不買 嗯 或者買一些叫工程保 工程保便宜很多 但是 搭棚出了事之後 那些保險公司會踢保 因爲你買的保險也不適合 但是工程保是爲了給那些業主看的 嗯 爲了我買保險 但是業主要懂得看的 其實它和勞保是兩回事 我們要知道它是有買勞保才行 嗯 那種的情況就衍生了 剛才所說的那些 跌了下來 沒得賠 或者要等六七年 那最諷刺是什麽呢 我剛才說沒有買保險 我們最高的懲罰是什麽 10萬元和監禁半年 但是呢 我聽過很多庭 單單都是罰幾千元 幾千元 這一單呢 剛才剛才說 不從家有單罰了六千元 沒有買保險 那有什麽阻含 是的 如果你是 罰幾千元而已 需要我用幾十萬去買保險 那這些沒有買保險 是否很常態 我們曾經問過勞工處拿數字 他們好像有 我不太記得過萬 還是八千多 一年都會抓到 嗯 但是有檢控 檢控的數字是過萬的 嗯 但是平均罰款都是說幾千元 極低 嗯 所以 其實 我又想 其實如果他平時 沒有買保險 被你抓到 你罰幾千元 OK 但是他出了事 已經出了事 你沒有買保險 對那個家屬來講 是多大 即是二次傷害 有沒有搞錯 罰幾千元 即是香港這方面 都真的很落後 是啊 也都沒有辦法去做到 那個阻嚇性和推動 你說很多說 怎麽推動 都沒有 即是連這些都做不到 會不會在一些 就是條例方面 我也記得 這兩年就爭吵的 鼠熱 是 最後整條指引 那些人都說 為什麽不是立法例 那些指引 那些公司可以不跟 即是會不會在這方面 很多事情都不敢 是用白紙黑字 或者政府 在這方面做的事情 都是還差很多 我覺得立法前 可以有一些空間 去做一些諮詢 或者指引 都可以的 不過最終 當然 他其實戴了頭盔 有指引 他說如果是發現了 那些地盤 沒有跟著指引做事 仍然可以有一個 叫做 我們叫做 一般責任的條例 在職案件裏面 可以告到的 嗯 但是我們現在都在研究 那個分別在哪裏 就是當我們整個鼠熱 是立了例 和我們不立例底下 有一個 一般責任的指引裏面 那個分別有多大 我們現在在研究中 但是當然不是說 一定要立法 或者立法才是好的 但是 在我們整個社會 或者業界 沒有一個良好的文化的時候 可能不排除 真的要透過一些法例 才能夠促進一些改善 在鼠熱方面我們也有發覺 其實第一 政府出來的效果 不應該經常說 左扣右扣 就是減少休息時間 是應該反過來 用增加休息時間 去做鼓勵作用 是的 第二 就是我們覺得 其實經過一年的消化之後 現在第二年了 其實消化之後 可能要做的那些 都做了一陣 不做的那些 仍然不做的 嗯 還有我們 比較多關注建造業 實際上 其他比如清潔啊 廚房啊 運輸啊 都熱的 那些都是很熱的 都是會重災區來的 但我似乎我們看到 現在投入的資源 或者大家的宣傳都是很少的 嗯 那也是 除了是關於條例之外 那你剛才說 都有一些教育的 那很多時候都說 地盤出現這些意外 很多時候本身是一些文化 累積 也都是 很多是 就算是有條例的時候 其實都未必跟 那你在教育方面 其實你們是會做些什麼 近這幾年 有沒有見過情況有改變 我們見到是 應該說我們接觸不同層面的人 去做推廣教育 我們做多了 嗯 為什麼我們覺得要重要呢 就是我們兩個訊息 第一就是 由小做起的安全教育 第二就是普及的安全教育 我們覺得這兩樣東西 才是根本性去改變整個 香港的安全的方法 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人呢 有一個危機意識 應該要由小建立的嘛 但是當我們現在整天集中 在我們入地盤做事 我才給他安全訓練 或者我們入某個行業 高危的行業 才給他安全訓練 已經太遲了 我們沒有辦法 在小時候 已經建立到一個危機意識 安全意識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帶著這樣的態度去做事 我們做事的時候 已經不想安全 我們做事的時候 為什麼會突然想安全呢 或者想那個安全也不是那回事 而是我強加於你 我OK你要完成某些時數訓練 或者你地盤要交差 我才給一些安全訓練 你是做不到那個成效的 但是呢 我們小時候開始已經被一些安全教育 好像日本一樣 人家雖然有天災 因為天災 所以他們很小時候已經學習 怎樣去求生 生存 怎樣躲下桌底也好 什麼也好 但是我們在這個沒有天災的情況下 我們小時候就要講 家居安全 交通安全 運動安全 這些全部都要講 到我們進入職場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強的安全意識 我們懂得分辨哪些危險的事情 你不要走過去 或者你要出聲 說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我們一起減少意外 第二 為什麼要講普及呢 就是 現在覺得 整個行業發生不關我的事 但是事實上 只要我們每個人都八卦一點 可能見到別人一些危險的事情 我們出一句聲 師傅說你不要用這些梯 師傅說你這樣危險下來 叫老闆給一些安全的東西 安全的裝備 工人 我們只要 可能我們多說一些 我們多說一句 就已經可以減少 一起去減少一宗意外 所以最好是什麼呢 將一個安全教育 正規地去納入課程裡面 強制地去納入課程裡面 由小學做起 還有現在說有時候要下什麼牌 有些人就說都幾寬鬆下校 這個其實我覺得也看回辦學的機構 還有我們個人的心態 就是現實地說 我多開幾班 多一些人合格 那我就賺多一些 或者工友也想著急著 我只要將證來上班 如果有些機構寬鬆一點 會出排出得寬鬆一點 就會很容易去那些地方 當然是有參差的 還有不夠 譬如我們缺乏一個安全教育的情況 第一我們入地盤做事 我們上一天的課程而已 上七個半鐘而已 如果你是由零開始一張白紙 你是不是期望我上完七個半鐘 入地盤做事就很安全 沒有可能的 而那七個半鐘裡面 是很濃縮地把很多泥 很多安全的東西放進去 但是我們建立不到安全意識 安全意識是要講很多年才建立到的東西 今天你已經做了這麼久 很多深刻的 那些案子 有沒有一兩單我可以說一下 剛才說的那個 答鵬是很深刻的 另外其實我們一些 我最近見到 那一件意外是很空洞的 我想說的不是一件意外空洞 而是那些家屬怎樣去面對 我記得當日 我們分了不同的 因為那件意外嚴重 所以我跟 說完也不怕的 天秤那件意外 我當時就在對面海做事 那一見到有新聞 就立即 大件事就立即趕去現場 我就去現場 我一個同事就去 QE 一個同事就去聯合 去找那些家屬 最後當中又錯誤了 去錯地方 有些家屬 就以為自己家人在醫院 原來還在地盤 我們大家一起去會合 那天看到最悲慘的 是一個最後救出來的 就是父母的家人在等 因為他還在救上 那個懷著一支少少的希望 但同一時間又是絕望 即是 你明知道這麼嚴重的話 其實那個生還的機會 還很小 但是還要很殘酷 因為他在面對 上來 警察告訴他 就是不好意思 是沒有了 當時我們站在那個位置 我們在地面站了七個小時 而 最令我覺得 深刻的是那個家屬 當然他要追討真相 他不放棄 之餘他做什麼呢 那個爸爸 他去讀書 為什麼要讀書 原來他是想找真相 這是其中找真相的方法 如果他想要知道更多 可能他甚至想讀法 他想知道了解一下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一些例子是不完善的 或者是 為什麼有一些的情況 是可以 會出現這麼嚴重的錯誤 而沒有人知道的 中間有什麼漏洞 我真的覺得很佩服他 原來平時不出聲 以為他 男人不喜歡說話 原來不是 他暗地裡是做了這麼多事情 就是希望幫兒子找回真相 然後找回公道 嗯 今天我們都很多謝阿菲 阿蕭市民上來 我是 當然你問我 我希望以後看新聞 可以少少見到公權會 因為 少少代表這些事故意外 就會少 不過當然這些都是 大家的奢望 我希望真的 有一天可以達成 我們經常說笑 公權會倒閉就是 香港最大的福祉 這樣 好 不要緊 我們失業都不要緊 不過我們可以做多些 安全教育和推廣 好 今天很多謝 多謝邀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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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